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这支视频呢,来和大家做 种植商品的购物分享 以及小院的最接近的收获 首先就是这个水龙头 它是一个纯金属的 因为我之前买过很多的这种喷头 基本上各种款式都是塑料的 非常的容易坏 一年呢就要换一套 所以后来我买了一个单独的这样金属的 它前面的这个金色的头呢 是可以从喷雾一直调整到水柱状态 而且力道非常的大 是可以用来去清理那个砖缝的 所以后来我就回购了这个 这个是两个一套的 非常的好用 推荐给大家 第二个商品呢 就是这两个加仑的一个大的喷水壶 我买它主要是用来去给菜地 是水溶性肥料的 它的这个头部呢 既可以出水柱 也可以出那种花洒式的水 拎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整个材质也比较结实 就是加上水之后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重 不过不影响使用 我还是蛮喜欢的 第三个要和大家分享的商品 就是这个风车 是因为这个材质的原因 它反射太阳光的能力非常的好 它呢 是我迄今为止发现的 插在菜地里最有效的 可以防止鸟类的一种东西 有风或者是没风的时候 它这个叶片都会反射太阳光 鸟类是非常非常讨厌这个光线的 所以我每两年的时候 就会买一批这样的风车 插在地里 既美观又有效 这个小小的袋子呢 它里面是一些刀尺 它是用来装在那种家用的电钻上面的 这个东西 它原本的用途就是用来切割一些东西 但是我用它主要是为了打碎一些 用来做堆肥的一些材料的 比如一些根茎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 有的时候比较稍微粗壮一些的那些小树干 也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下切割 这个红色的就非常常见 它是用来去清理树叶的 现在已经冬季了 所以院子里会有很多的落叶 那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去方便我清理地里的一些落叶什么的 就不会一直留在地里 看上去很脏 另外呢就是一个小小的green house 这些是它的配件 有一个cover 有一些管子 还有一个组装图 按照这个组装图 大概十分钟就可以把这整个框架完成 全部都是用手去组装的 不需要任何工具 组装好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样子 它并不大 所以只能cover一部分 一小部分 我装这个温室主要是想尝试种一下反季节的西红柿 那现在因为西红柿还没有育苗出来 所以就把它放在这个小的菜苗上了 这一方面呢可以帮助防止这个鸟类去吃它 另外呢相对保温一些吧 可以让这个绿叶蔬菜长得稍微快一些 它上面是有两个可以掀起来的地方 然后保证空气流通 下雨的时候呢雨水也可以浇灌下菜地 然后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本周小院的情况 以及本周我的一些收获 首先呢是室内种植的这个豆苗 已经长得挺好的了 大概这么高的时候我就把它采收了 还是挺好吃的 在之前水培的那期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 然后就是在我的greenhouse里面 育苗的一些大白菜的苗 它很明显的比室外的长得快很多 像雪里红的苗也是 一周多一点就已经长得这么大了 那我本周的时候就找时间 把它们移到地里去了 跟地里直接撒种子的比起来 这个greenhouse里面的确还是长得快一些的 所以尽管这属于耐寒蔬菜 但是呢一定的温暖的气候 还是能让它生长更快 再来看看我的养鸡 在Nursery这么大的一棵苗 也要卖到十几刀 所以我觉得自己种养鸡 其实挺划算的 它的育苗也很简单 直播到地里或者是在育苗河里育苗 再移植到地里都是可以的 这个算是比较好种的一种植物 之前有和大家分享过我种了一些冰菜 那后来我就把它们移植到了这个草莓塔里 现在呢这个冰菜长得是非常非常的好 看样子的话 下周就可以进行第一次采收了 这个冰菜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植株 自己本身来进行繁殖的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还不够粗壮 所以想要再等一等 继白萝卜和绿萝卜之后呢 我的胡萝卜也可以开始采收了 但是这个胡萝卜相对而言采收难度比较高 它的叶片非常非常的脆 经常一不留意 就叶子就整个被灯掉了 然后萝卜还留在土里 所以挖起来就很困难 要把它周围的土刨很深下去 然后才可以在不扭断这个胡萝卜的情况下 把它从地里拔出来 所以胡萝卜的采收的确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 但是呢 这个新鲜的胡萝卜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比这个超市里面的要好吃很多 当然如果就是像这种扎根不是特别深的胡萝卜的话 还是可以直接从土里拎出来的 新鲜的胡萝卜 如果你之前自己没有种过的话 一定要尝试一下 这跟超市的胡萝卜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味道 虽然已经进入冬季了 但是柿子树的叶子还是绿的 上面还有很多的柿子 我们还没有摘下来 所以暂时呢 还不能对柿子树进行修剪 所以如果你在期待柿子树修剪的视频 可能还要再等一等 我至少要等到它的叶子全部掉光之后 才可以去对它进行修剪 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我种柿油果的这三年 那现在我们的柿油果终于可以采收了 我就摘了三个 它现在其实还比较硬 没有完全熟透 但是就我想尝一下它的这个味道 所以就摘了三个 现在正和香蕉一起放在袋子里 给它变软 丝瓜之前已经拉秧了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丝瓜 是一生长的一个季节了 所以那个大的丝瓜 我就把它切开 然后用来做了三个这个洗碗的东西 这个就是丝瓜里面的那个粗纤维 还蛮好的 除此之外呢 我还收获了很多的佛兽瓜 丝棱豆 这个丝棱豆也已经过了它的生长季节了 所以等过段时间 我把种子收起之后就也会拉秧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